體能訓練 經國不讓虛眉 這是日本陸上自衛隊的水陸機動團 女兵和其他男性士兵一起演練 躺著橡皮艇出海 其中一位女兵只有20歲 日本自衛隊2018年成軍的水陸兩棲機動團 主要負責登陸搶灘 奪回領土 類似美國的海軍陸戰隊 隊員大約2400人 其中只有40人是女性 有一位已經進入自衛隊20年的女兵 滿腔熱血 但也會擔心體能跟不上男性 格外努力訓練 頑山今年38歲 她的丈夫也是自衛隊員 以女性的比例來說 日本自衛隊士兵女性比例不到9% 而美國軍事人員中 大約有20%是女性 而日本水陸兩棲機動團的女性更少了 只有1.6% 而美國海軍陸戰隊 女性隊員約有10% 對日本來說 在少子化危機之下 加上要應對中國 俄羅斯和北韓不斷增加的威脅 為自衛隊增補人力 是當務之極 但自衛隊日前才爆出性騷風波成了招募女性的阻力之一 日本水陸機動團近幾個月努力打造女性友好環境 其中寢室部分和男性隊員不同 女性無論職務全部住在一起 嚴近男性靠近 也有女性士兵提出希望有兒童托育措施 日本自衛隊要吸引女力加入 如何調整工作環境成了關鍵 華視新聞抓起張俊慧 專題報導 哈囉 我是蔣欣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